选对趋势买在便宜 科技引领时代与时俱进 在这波沙盘下老牛观察到很多 获利家的优质股都已经来到便宜的位阶了 别忘记老牛选股必备 低本益比 高值利率 高成长率 低波动 这可是老牛暗藏Pickball 今天介绍老牛近期新增的四大新功能 报酬率回撤 一键快速检视持股报酬率 库长股工具 重要指标讯号 产业概念股分析 带着猪队友一起飞 字节获利 抢先计算获利 都2022年了 你的木棒可以丢掉了吧 在升息通膨及经济利空影响下 大盘每天 一叠 还有一叠叠 大盘呈现空头走势 老牛自己 先把手绑起来 看到指叠讯号后 再来出手 都还来得及 指叠讯号之一 融资断头 出现了 市场信心会散 在断头压力下 散户疯狂 大逃杀 不得不抛售股票 换出现金 引发融资多杀多 将投机散户 使光光 大盘未来才有机会表现 当电子股 航运股 以及不赚钱的投机股 成为杀盘重心 市场就像一个 鱼记有纯的婴儿 当欧美雅股 逐渐恢复正常 台股 碰上除全息忘记 反而能够使得 股价加速落顶 说到这 虽然景气不好 股价一直下跌 让不少人很恐慌 不过机会是留给 准备好的人 老牛在这段时间中 继续专注于 开发新功能上 除了之前 帮大家做的两大工具 报酬率回测 一键快速检视 你的持股报酬率 只要输入你的持股 与持股比重 看投资组合 过去五年的 报酬率表现 再拿来与大盘相比 只要后续观察 公司的获利 是不是跟过去一样 保持机优 如果是的话 那么未来 这个持股组合 打败 通膨的几率 就非常高 只要报警好公司 短期 会让你赚到价差 但长期下来 公司经营的好坏 绝对会反映到 股东 长期持有的 报酬率上面 让你赚到价差 也领到鼓励 再来 库长股工具 重要止跌讯号 库长股 也是老牛关注的 重要止跌讯号 因为股价不断下跌 公司认为股价被低估 就会借由 买回库长股 来告诉投资人 现在真的有够便宜 也隐含着 看好公司未来的展望 现在 我们又帮大家 开发两大新的功能 产业概念股分析 带着 猪队友 一起飞 产业概念股分析工具 可以快速帮你们切入 各股和 哪些产业相关 以证交所提供的资料分类 来编排 搭配近期股价 营收走势 跟 EPS走势 就能够清楚 最近产业的风向 这个超厉害的功能 目前只限定 电脑版 还有用手机浏览器 也可以使用 毕竟 看这么多档股票 萤幕太小 眼睛都会花掉 所以老牛才会说 APP 及电脑版 一起搭配使用 2 字节获利 抢先计算获利 上市贵公司都会定期 公布 营收 及财报 向投资人报告 公司 营运状况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有些公司 每个月同时公告 字节损益 就是把 当月的 营业损益 以及 税前损益 公告出来 而且一旦自愿公开 就必须持续公告 至当年度结束为止 所以这些公司 会提早公布 获利状况 让投资人 及时了解 公司的财务状况 让投资人 也可以提早 布局 这样说 你们可能不明白 老牛就用不同的个股 带入新功能 教大家使用 以第1个 产业概念股分析新功能 老牛会用3个案例 给大家示范 下半年 变数大 IC设计 比较 输入IC设计龙头股 2454联发科 就会显示 IC设计相关概念股 以证交所分类 联发科相关产业有 消费性IC 电源管理IC 网络通讯IC 平面显示器控制IC 光储存控制IC等 前面就是这些产业中的个股近期涨跌幅 老牛建议你们可以从营收及盈余来进行排序 先犬出有成长的公司 再来观察近期股价走势 浪息航运船破顶 输入2603长荣 加上除息18元 近一个月下跌超过20% 与大环境变化有关 在相同的市场中 其他航运类股 近期下跌幅度 也有-10%到30%不等 像是大家喜欢的金融股 也可以从这里 去看近期股价及 获利表现 其实 领先获得 产业及基本面的利多资讯 可以让你们了解 接下来 资金流动趋势 你可以观察 不一定要买进股票 但是藉由资讯领先这点 提早布局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产业的力量会大过于 公司个别的状况 只要选对趋势向上的产业 选股将会轻松许多 老牛认为 选对趋势搭配 便宜未接 才是投资上上侧 不然买贵了 风险就会高很多 小撇步 选到喜欢的产业趋势 别忘了 找出 便宜股 或者是近期 即将除全息的公司 每年 跳楼 减便宜的时机 千万 不要错过 再来看看 第2个新功能 字节获利 人人都知道 富国成山 台积电 会字节 寄财报 这个时候 你们就可以 抢先别人 一步 知道这间公司的 获利状况 点个股 还可以看 过去单季状况 以台积电 这两张图表来看 这间公司 每年 每季 都在成长 今年度 第1季 更是 财报数字 相当亮眼 因为第1季的财报 正常来说 可以等到 5月15 再做公告 而这段时间 一般被我们称之为 财报空窗期 有的公司为了减少 资讯不对等 愿意提早公布 让大家好好提早 检视和分析 另一个月营收来看 就用用钱滚钱的 中租KY 股票代号5871 来仔细看看 点进去 一样会出现 两张图表 很明显 你们从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到今年 都是越来越好 当然 长期报酬率 也会相当出色 5、6月 股东会旺季 已经进入尾声 紧接着 除全息旺季 开跑咯 每年6到8月 是多数 上市贵公司 除全息的日子 随着股东会 最终定案 并且公布 配股 配息的日期之后 不少个股的 殖利率消息 随之出炉 别忘了 股海老年APP 挑出高值利率 填全息 几率高的好公司哦 当然还要搭配 营收强势 股价搭上趋势 才更有机会 快速回升 除全息后 也是 价值新投资人 进步的 好时机之一 因为 这可称为 一年一度 特价 折扣 周年庆 除全息后 扣掉要发的股利 股价就有可能调到 相对便宜的价格 如果不趁着 除全息后 慢慢买进 顺便累积 张数 等到股价高涨之后 才来后悔 没有买进 就已经来不及了 最后 抱最大的希望 做最坏的打算 并且从结果中学习 大家别忘了 见诊手中的持股 工具可以快速帮你 检查股票的风险 省力省时间 还可以给你很多 投资观念和个股 范例教学 现在买APP 就会送电脑版 或者是买电脑版 就会送APP 1加1双重享受 精选专栏文章 包括投资观念 及个股分析 让你们边学 边使用 还没有安装的朋友 连结 就在下方哦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免费安装 股海老牛APP 赶紧 来体验一波吧 今天老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记得到股海老牛APP中 领取7则终身优惠 股海老牛APP 让你了解公司的营运模式 深入分析财务绩 看完影片 请你记得按赞 订阅与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咯 如果错过新影片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 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 不害老牛 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